中文字幕提供 在肌教來說,我們絕對沒有一套單一的家庭價值觀 我們看家庭應該是超越血源的關係 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大家都知道其實家庭是一個很流動的觀念 就現在這樣講其實家庭都不會包在 你有沒有結婚正書來講是一個家庭 單身的家庭、單親的家庭、核心的家庭、 跨代的家庭、跨區的家庭 其實家庭是很多元的一個概念 我們看其實沒有理由因為我們的信仰 去左右一些個人的決定 個人決定是應該被受尊重的 另外在教育的立場來看 人一定是比法律重要的 這個是在我們《聖經》裏面都有很多的例子 譬如耶穌都會在批判 究竟那些只是墨守成規的法律賽人 為何他只是看法律條文而看不到人的需要呢 譬如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就是 有人批評耶穌 為何他在安息人的時候去幫人去救人 他都會問 那難道律法或者那些法例是重要於人的生命呢 我們看到其實在基督教信仰來說 人一定是會比法律條文重要的 而我們看到其實在家暴條例裏面 是保障所有受家暴影響的受害人 他的人身安全 這個一定是會比一些不同人的價值觀重要的 那如果有某些人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 而甚至乎是去妨礙或者阻礙一些保障受害人的條例成立的話呢 那我們看不到這個究竟是哪一回子的教訓 OK 香港基督徒學會 那我想就這一個事件的本身呢 我們不說太多了 反而想昇華一下 這次的事件反映出來 我們可以學習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會看到在這次的事件裏面 其實雖然表面上是一個偶發的事件 但我們相信是 接下來會陸續有例的 甚至有無份講者都提到 就是一個我們很多現在的譬如議員 甚至乎政府的官員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間團體 嘗試以一個宗教的價值 來影響一些政策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或者怎樣去回應呢 我想從這次的事件 我們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起碼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主要集中在政黨之上 其實任何議員 或者任何政黨 有自己本身的宗教信念 這個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一個 要講清楚 一個叫做誠信的問題 如果你參選的時候 講得不清不楚 到投票的時候 忽然間就搬個宗教信念出來的話 這個不免給人一種欺騙的感覺 這個我想對於選民、傳媒、輿論 的監察方面也是重要的 有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公眾人物 他要講得清清楚楚 他的宗教信念和他的政治取態 究竟是怎樣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說 有些宗教團體 就會用宗教信念這樣想 或者用宗教理由來做一個豁免 但是我想我們作為一個宗教團體 很需要澄清的就是 其實我們會知道 所謂的宗教立場其實不是只有一個 尤其是我們基督宗教這個 這麼多元的宗教裡面 我們有不同的宗派 有不同的傳統 所以大家不一定需要 將它 label 為一個 所謂的宗教團體 或者宗教理由 因為就算他是基督徒 他也不一定要這樣看 我們對於家庭暴力 對於同性婚姻 對於很多不同的議題 在基督宗教內部 其實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所以他用那個所謂的宗教理由 其實只是譬如 黃誠志議員 是黃誠志議員的基督教信仰 令到他有問題 這個信仰傳統 是不必然地導致這樣的結論 和立場的 所以我想是對於公眾 和對於傳媒 都可以有一個澄清在 就是這個我們宗教內部的波氧性 是不必然地導致某一個結論的 而第三點如果要從我們本會 的一個宗教立場出發的話 對我們來說信仰價值最重要的是 我們曾經經歷過很多不同的宗教戰爭 就是基於宗教信念的不同 所產生的差異 是可以產生一個很可暴的結果 所以我們經歷過一個歷史 慘痛的教訓之後 在我們的宗教內部都會發展出 譬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等的概念 來作出一個包容 所以如果有人 是用他的個人宗教信念為理由 反而是凌駕於人權、法治、民主等等的 現代價值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倒退 並且是稀白白地浪費了 我們很多的 前人所流過的血 所經歷過的一些慘痛的教訓 我今天講的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